我也想对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讲 当老板有的时候 大声地去呵斥你的时候 不一定是他不喜欢你 反而是一种要求高的这种表现 所以我也希望说 大家不要总是用说 老板今天要骂我了 而选择离职 这个我觉得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来 接下来看一下 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的话呢 更加地有特性 因为他画了一个人在跳舞 尤其是他跳的舞特别的特殊 用脚尖踩着地 非常的唯妙唯肖唯美 更重要的他说了一句话 我希望一直不停地跳下去 这幅画美的同时呢 我提醒这位选手 我们来是干什么呢 是求职找工作 虽然你的求职可能与舞蹈有关 但是呢 我们不光要自己跳下去 我们还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传授给别人 展示给别人 还要了解别人对你的评判 所以说你希望一直跳下去 那就说明你不能稳定地 从事这一门工作 所以我希望你呢 在以后的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要稳下来 只有稳下来 我们才能有收获 好吧 我们考察完毕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第二环节最后 请陈薇 根据形单单 前两个环节的表现 做出你的选择 祝贺你单单 进入到你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谢谢老师 谈前不伤感情 来 有请 那我希望你先从 李怡老师的助理做起 当然我也希望你能够 在半年一年的时间内 可能达到他们的高度 可能很难 但是我觉得你身上 是有这个劲儿的 工作地点 贝斯在北京 底薪是五千加提成 基本上你一个月 在前三个月 我觉得七八千是没问题的 后面随着你提成越高 可能就月薪过万 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老师 我之前就听说过 美在当下 一直看 特别特别欣赏 很喜欢 就之前我曾经想过 如果要是我有这样的机会 去该多好 然后那个 我关心的问题就是 老师 我会一直保持努力的状态 就是我非常爱舞蹈 我想能不能有机会 能让我在这个平台 让我把舞蹈再发扬下去 当然可以啊 因为我们的礼仪 形体管理本身 就包含了舞蹈嘛 所以你只是从 做老师的助理开始 然后慢慢到俱乐部 渗透到后端课 再到前端展示 然后甚至你做得好 我们还会做你的线上 我们更希望你有才艺啊 好 来吧 考虑几秒钟 选择美在当下 或者拒绝 谢谢再见 好 求职者邢丹丹 来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是 我选择美在当下 我喜欢老师 祝贺邢丹丹 祝贺陈威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拼 2010at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 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 和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全拼 at163.com 好 以上就是本期 非你莫属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